上一回說到巴士和港珠澳大橋 還是坐船 然後有人親身試驗 長龍巴士團 接著1.5小時變3小時 失車 這傢伙 該死吧 下次我還是坐船 這傢伙 該死的 這傢伙 真是傢伙 你不應該 支持祖國 你坐港珠澳橋 約500小時你都應該坐 這些不是錢和時間的問題 是心意的問題 身體十分誠實 接著呢 到港珠澳大橋開幕儀式 嘩 現在真的是赤裸裸的 怎樣赤裸裸呢 他自己都不搭車了 自己那些官員剪完彩 搭船走 竟然搭船走 大佬 你好大佬做個樣子 原車去 原車返 但是 怎麼叫人有信心 用你這條橋呢 不過 這麼說 站在他立場 他內心有一句 是不是 我就算搭車給你們看 你們這傢伙都不搭的 所以怎麼辦 就不搭 那怎麼辦 搭船走 嘩 這樣真是驚天地一鬼神 這條港珠澳大橋 嘩 那這個印證啦 剪載 儀式 就記念著香港 放了多少錢 這個銀紙下去 丟錢下去這條 這樣的難鬼大橋 不是 偉大的大橋 這條偉大的大橋 要歌曲中他 真是有什麼用呢 你這條橋 封了出來都不知道做什麼 還要丟了多少錢 你說那些錢 和你做其他東西就好了 滿了 好